佛学的基础是因果论 那么什么 是什么在轮回 是我吗 成佛也是我吗 如果确实有这个我在 这个我是物质还是精神 如果如是我成佛 是不是佛也没有脱掉我 若不是我成佛 那又如何建立个人修行的信心 他问的话没有错 佛法里面说我 谁成佛了 我成佛了 谁修行呢 我修行 佛在经论上跟我们讲的我 这不是执着这个身体是我 身体是个假我 他成不了佛 这个东西是个物质 物质决定是有生有灭 这个身体终归要归于消失的 不但身体不能永恒存在 就是这个地球太阳系都不能永恒存在 现代的科学家告诉我们 银河系它也不能永恒存在 都是在刹那转变 我到底在哪里呢 你要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你去读楞严经 佛在楞严经上有非常精彩的书名 你可以在这个经上开智慧 什么时候你找到真正我呢 佛告诉我们 见死烦恼断了 沉沙烦恼断了 无名破一平了 那个我你就找到了 这是佛家常讲 父母未生前奔来灭幕 那就是你真正的自己 成佛是他 现在做人也是他 造作罪业度三窝道还是他 这个六道轮回就是他了 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的现象 这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 这是造的善不善业 所以才有六道轮回的现象 这个脱离是法界了 你真的一真法界了 这个里面有发生般若现出 这叫三德了 自信的三德 三德过有长落果尽 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把我找到了 也访不准备了 我只要成佛 我只要队 我都能够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